细节见人品 被龚俊圈粉 主持人略过张哲汉名字 龚俊一句话就场 很多时候都说细节见人品 即便那些深处闪光灯下的明星 大家喜欢他们也不单单的只是因为他的颜值 更多的是看到他们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点 会因为他们的某一个角色 甚至某一句话 某一个场景或某一个细节被他们圈粉 因为人设往往会崩塌 但是从细节处表现出来的人品 却才是最能反映一个人真实的一面 只有那些无意识的动作 才是会真正的暴露他们骨子里是如何模样的 即便他们离我们很远 我们不不认识他们 不了解他们 但是可以通过以往的采访 以往的视频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场合他们的表现而对他们有所了解和有一些新的认识 很多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我们因为这个角色而喜欢上这个演员 然后再通过这个演员去考古他所有的过往经历 再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那些吸引我们的点 在这些人身上总是有那些我们想成为的模样或者是我们不曾拥有的样子 或者是他们身上的那些反叉萌 那些接的气感觉距离不是很遥远的样子 都是深深吸引着我们的地方 龚俊和张哲瀚因为山河令温克行与周子舒这个角色 被大家所熟知圈了很多粉儿 他也从一个18线的小护咖变成了现在的一二线的明星 一个人成功往往可能因为很多契机的积累 只有之前的坚持不懈 才能有后积勃发的时刻 在此之前他也入圈多年 也一直不断地在大家眼前出现 只不过那个时候大家并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所以他火了之后很多人都说 曾经在我们全世界路过各种广告各种海报 只不过没有人记住他叫龚俊 所以在山河令这部剧爆火之后 他也因温克行这个角色圈粉无数 多少人在考古的过程中发现 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没有变 是这样的欢乐搞笑 就像一只可可爱爱的大狗狗 而走红之后 他的各种资源也都随之而来 代言活动经常登上热搜 最难得的是 这部剧走红之后捧红了他和张哲瀚两个人 并没有因为这部剧的收官而解绑 或者是公开避嫌 也并没有像其他双男主剧那样正主 成为粉丝们眼中敌对的冤家 甚至在一些代言的时候 或者是直播间 还会挂双方的代言链接 这样和谐有爱的场面 也让不少粉丝更无法下山 明明已经来到山脚下 却被正主一脚踢回山顶 大家客的是剧里面的周温 但是也爱现实生活中的俊哲 最重要的是在两位正主身上 是真真正正的坦坦荡荡 是大大方方的兄弟情 张哲瀚对于龚俊来说 更是一个亦师亦友的存在 作为前辈他教了他许多拍戏的技巧和各方面的一些技能 甚至在综艺活动中他也经常带动他的情绪和综艺感 虽然戏里面龚俊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比较不羁的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比较内像话少的人 而且心思还很细腻 很多时候都会为别人着想 在最近的一场直播活动中 主持人抽了五位粉丝 在直播间念出五位幸运者的IT 其中有一位名字叫做龚俊和张哲瀚的粉丝 而主持人却省略了张哲瀚的名字 直接说是龚俊和谁谁谁的粉丝 而念完五个人之后 龚俊小声地提醒主持人把张哲瀚的名字念出来 并表示这样不太好 毕竟抽到了人家 要给人起码的尊重 而且他也没觉得一个粉丝的IT 或者是提起张哲瀚的名字 就需要刻意避嫌 也正是这一操作 让不少浪浪丁们瞬间回到山顶 大家不仅磕到了 更是暖到了 或许主持人也知道娱乐圈的这些事情 毕竟在此之前几部双男主剧结束之后 主角们都纷纷避嫌 他也以为龚俊张哲瀚也如此这般 但是没想到两位政主根本就不在意网上这些声音 也没有刻意去避嫌或结榜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有那么多粉丝喜欢他们 喜欢他们两个人的真性情 喜欢他们的大方营业 纷纷评论到真的没有粉错人 确实在娱乐圈这样难得的珍贵纯粹的友谊不多见 但是在龚俊张哲瀚的身上 可以看到这样一面 是浪浪丁们的幸运 也怪不得他走红之后能够吸引这么多粉丝 拥有那么多的路人员 果然印证了那句话